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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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市長執政第一年到第二年 我们的幸福指数 本席发现竟然是往下降 本席觉得说 既然说我们的居住品质 包括环保 包括教育各方面 都在六度里面都名列前茅 那为什么幸福指数是往下降 那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年轻人移入了特别的多 但是家户 我看那个收入 家户的成长并没有增加 显然就是就业率的部分 可能就是说这几年来 感觉上年轻人搬来桃源 虽然说局数环境不错 可是就业率的方向 不管是年轻人的就业 或是中老年人的就业 事实上这部分 在市府团队里面 都应该再加把劲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 我们感觉到有点说 有点委屈了 从原先来 我们家掉到第十米 然后六度里面是站到第三米 我想说市长说 我们年轻人一进来 加务成长没有增加 针对我们劳动企业也好 我们青年数据也好 针对这个就业率 市长有没有 您在这方面 有没有说比较主题的做法 我来说明一下 他是用家户所得 那年轻人多 财产不会增加很多 与年轻人比较没有资产 所以比较年轻的城市 他的资产就比较少 那台北市 那家户所得高 中老年人比例也高 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这个指标 我们把它还原清楚 了解它到底什么原因 就可以了 那我们年轻人就业率是高的 所以才会移入到桃园 那如果你在六月份 那中老年人呢 中老年人的部分也是那个吗 就业率呢 中老年人我们就业率是 非常的稳定 那我们年轻人就业率是 六月份调查 失业率比较高 因为大学刚毕业 到了九月 到了十二月调查 他就回到正常水准 桃园的就业率 并没有高过全国的 试业率并没有高过全国标准 我看他数字都差零点几 非常少的数字 那这个我觉得这部分 这部分我们劳动局 我们推动这个就业博览会 以及就业媒合 还有我们的就业服务处 现在中立已经移转给我们了 那桃园正在移转 中立的单位怎么就去给我们劳动局来 业务移转 那我们会更推动这个就业服务的部分 当然市长我就提醒你 就是说我们现在推动亚洲西谷 或者推动我们很多的重大建设 对不对 希望说能够提升它的就业率 但是客观指标我要说明一下 我们桃园是在客观指标上 比如说下水道建设河川的整治等等 这些客观指标我们比较吃亏一点 市长我觉得提醒你两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八名第九名 事实上长期来都在前五名以内的 宜蘭县包括高雄市 他对年轻人的一些补助 像高雄包括中央政策 他愿意移去到高雄 每一个人愿意给他 甚至于车马费的补助 一个月三千到五千 甚至他有明确的搬家金 津贴三万块 宜蘭的话 他也有时一年也定了 大概两百个到三百个名额 年轻人愿意移到宜蘭 不管是从事农业从事工业 大概有两百万块 我们不需要这个政策的原因是这样 我说明一下 是一个正向的政策吗 我不评论别的县市的政策 就我们桃园来讲 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居住环境 交通条件 文化条件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像我来看 桃园目前是年轻人的首选 包括我们的社会住宅 也是全国最快 包括生育补助 育儿津贴 幸福家庭计划 目前年轻人移居到桃园的比例算高 我们每一年成长四万人 那么这个是全国最高的 市长 当然我们是觉得说 我们议员是给你们市政府的一些建议 当然就是说别人的一些做法 像高雄的人口 目前其实还在减少 那我觉得用各种方案 当然我不是以就业人口来讲 我是说他的针对 包括他有些是补助给企业 就是企业 你不要拼用外来 你拼用本土的劳工 然后这些真的是能够提升就业率的话 我们是给大家一些协助 这个要全国 如果是这一类型的政策 鼓励雇用的话 我认为这个部分要全国一致 市长都想说当然了 我会提说宜兰巴 高雄这个针对青年人的一些补助 这也是一个方法之一 那当然决定前来在市长 我们的方案比他们多啊 好 我希望说市长 我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幸福 这个在明年我们再看到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我们来到陶远 是六都的首选 是大概更适合去住在这里吗 我们不是要拼第一名 我们是要把特色展现出来 那我觉得这些指标 我有详细去研究过 有的客观指标 比如说 那个 我们在有些基础设施还未完成 捷运没有完成 下水道没完成 运动中心没有完成 所以捷运需要赶快连运动中车 就是市长 我们要赶快 下水道6% 6度最低啊 所以我们要拼下水道建设 指标才会提高 那主观 像我们 今年都发包了吗 像我们总图书馆 我举个例子 借书率 总图书馆 刚开始兴建 那以往 我们图书的购买经费是 以前啊 过去的十年来都没有超过 这个两千五百万 像我们今年就编列了五千万 这个偏低了 那市长你加油了好不好 我想说这部分 当然我们住在桃园 我们当然希望住在桃园市 最幸福最开心的一个 不过 它总体的主观幸福指标 我们是高的 我们看到第二个议题 就是我发现了网路的调查 民调调查 他们觉得说来桃园市旅游 那个喜爱度是偏低的 然后我觉得说 如果提升我们桃园市的一个观光 当然以我的选区来讲 以我们龙台来讲 我觉得龙台是一个 在我们整个桃园市里面 是一个观光旅游的首选 那当然去年我们就有讲到 利用中央补助 我们有那个大溪什么叫做亮点计划 有十项的亮点计划 可是我觉得是这半年来 针对像这个网路上 他在网路上看了一个 像这个山坑的生态公园 这叫市长你看一下 我讲这你也去过 要评助他那个核体类的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你看市长你看这个水费要深 但是这个连户案也没有规划 什么都没有做 那这一次我把它提出来 不是说要指责说 你们市政我没有做这种 我希望说你的管理局也好 或说你们的水务局也好 那像这很好的一个场景 他网民就来讲说 桃园市政怎么没有去设专职的管理 或说没有去做户案 或说没有去规划 那他这个就在我们山坑的一个生态公园 我想今天我把它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3.7的这个金贝 把我们的龙坛打造 把生态公园打造好一点 那个山坑那个机会 生态公园 我去看过 那 是不是很美嘛 对不对市长 你觉得呢 因为它是生态公园 所以它基本上 它的设施是尽量的能够符合生态原则 所以那边我们打算 原来有人建立彩绘 那彩绘 做合体彩绘 那不一定好看 也可以做绿色的那个藤蔓植物 那那边的设施其实基本上还是有 不做过多的设施 它那边是以前稻采沙石 后来把稻采沙石的池塘 把它转型做生态池 你看这下面非常漂亮 其实他们说 网民就是说 我们那么好的一个位置 市政府他没有很专心去把它做规划 包括你说环保 包括厕所 包括一些民众要在那边 如果少哪些设施我们来改善 但是不是根据网民的意见 因为网民不知道那边的由来 那边也不纳在石门水库亮点计划 那个是山坑生态公园 我知道我需要说 当然就是因为市长 因为那个地方就在那旁边 而且山坑老街 其实说假日 每天都有一两千的人士 我现在和杨局长 今天把其他就是山坑老街这部分 我们把它纳入了 其实这个这里 我想就直接请 这个应该是由公务局的警官防災科 来跟那个农潭区公所 就山坑生态公园 我已经在去年给他们一笔预算 那么要针对他的周边设施改善 已经有一笔预算 那再了解一下他们要做哪些 但是生态公园本身 也不适合做太多设施 必要性服务设施做好就可以了 当然我需要 他的特色是生态 增加一个亮点 因为他有山坑老街下去就生态了 他那生态公园非常棒 所以他也有很多的 因为他骑脚踏车一定会经过那个地方 就是一下坡就经过那个地方 如果只是扫厕所我现在就答应 不是啊市长不止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去过很多次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 山坑生态公园 适合保留原来的样子 所以彩绘会不会破坏原来的味道 所以我才讲说 他可以做绿色的藤蔓植物 把那整个那个堤房 把它绿美化起来 我想说再把它来加强一下 那市长我觉得说 就是这个三年这个 就是我们的亮点计划三点期的部分 我是建议说 是不是我们拉高个成绩 是不是说请副秘书长 或是请个专者 因为我们要施政那么繁忙 针对这三点像我们有这个九点这个计划 那有些是可做的 比如说像这个 我讲到这个它一个低碳的转置计划 我们去到一些观光景点 甚至有些那个 这个是计划中 电动的机车 我们去到国外去看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桃园市政府 市长我们全国算是补助 二行程机车那个 我们是最多提供最多经费的 那像这个地方生态的部分 像这个电动机车的一些 比如说在这边坐 它要去那边游玩的时候 它不只可以骑脚踏车 也可以有电动机车 这个量点计划本身有设置 电动机车的租任站 这个我请杨局长说明 好谢谢请杨局长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 就是所谓的低碳运具的一个整合计划 那它不只是电动机车 还有电动接驳车 所以里面呢除了 应该说所有的车辆都集中在坝底 那到了我们的整个 十门水库游逛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其他会排碳的一些相关的运具出现 我想市长我觉得这部分 我今天提的一个就是说 有3.7这东西 那我想说这部分是不是把我们十门水库游逛 真的充分利用这经费 我是说市长应该折成一个副秘书长 或者说副市长的专程 就是说进了那么高 在107年要把它完成 像有些事情 比如说像十门特色商店区的开发 我为什么需要说把层级拉高 就是说像这个商店区 包括文创也好 不知道怎么样 要经济这些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没问题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是不是市长都把它专责一个召集人 你要召集 比如说环保局也好 或者说是金发局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官吕局 这样才能统合 不然到107年 我们这3.7 到底执行的 什么样的状况 我需要是把农场把它带动起来 不要说好不容易 我们拿到这个中央这个金费 但是市长也是很用心 是不是有专责的人 那个议员可能了解稍微少一点 其实这个计划在实陈中 那虽然主则单位是由官吕局 那涉及其他局的部分 交通局各局一定要参加 那我想指派一个傅秘书长来主持 没问题 当然就市长比我提醒 比如说他11份的文创元气的部分 那我记得在半年前我也提过 就是说他那个大草皮 是不是他能够跟飞水局一个交涉 就是说由我们来管理 因为我们要做的话 结果他就说他是不是有同意 是不是这个成绩上 我的想法就是把他拉高 然后市长关折的把那个 不是这个会议主持人不是说 由局长改成傅秘书长 北水局就答应 那是不同单位 是政府对政府要交涉 这个我请杨局长说明一下 对我们都持续 其实我们跟北水局的关系叫做合作的关系 是 那大草皮对于将来的发展一定是纳到里面来 但是至于谁来管 我想不是绝对的一个关键 这个案子是共同提案 对 那但是不代表北水局把所有的那个 他的空间或者他的资产全部转给我们 实际上市长我所担心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三个月前去看那个热气球 那当天可能办活动的时候 上去了一万人两万人 可是我们活动办完以后 他大门又关起来 进去又要门票又要怎么样 就是说那个东西 只有办活动的时候人去了很多 等到活动结束以后 就又门口罗雀 我是希望说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面对这个问题 希望说 那民众很容易去 也很方便去 也很喜欢去 这个北水局的大草坪跟我们佳安的文创街的计划 是否能够整合 请我们关键局再跟北水局研究 市长 因为就是我们有预算了嘛 也有经费 是职人的推动 希望加速就对了 好不好市长 那个他有他的核定项目 好 你现在新增加项目要再协调 好 那这部分我们再来努力了 好不好 好 市长我另外就针对这个 本系的这个议题也是讲了好几次 就是针对疫民公园的扩建 那最近也开了几次的那个说明会 那本系也去参加过 可是我看到最后的一个订稿本 我不晓得公务局是否已经订稿了 但是我就觉得说 当初我们的原意 我回 我怀疑我们当作原意 需要说平行国中 朱担中学 有个运动场可以使用 针对疫民庙 针对我们的力行医院 希望他有 有适合的停车场 给我们民众来停车 甚至于说 有人建议说 有青少年的表演场地 甚至于把一些社区的 把一些那个纳入进来 好 那现在看到市长 你很用心 已经请民政局去把它整理了 可是市长 我看了以后 最后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定稿了 没有啦 黄局长 那市长你请坐 你看 好好的一个 两公岁的土地 把它搞掉一半 做平面的停车场 然后呢 旁边就做一个天幕篮球场 一个草皮 花了八千多万 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 这个地方 八个里 五万多人 然后是平正最精华的地方 结果你竟然要坐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已经 很少人在盖平面的停车场 早在二三十年前 就应该坐地下停车场一个规划 那我当然 是不是经费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去 像这种的 是不是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太出造 而且觉得这种规划 刚才我讲几项的精神 那时候 可能那时候黄局长 还没来 或怎么样 那几项精神也没有纳 没有纳到里面 包括市长指示说 我们要把一民的开垦的精神 包括 我们那边 那边的特色 把它建立起来 也绝对不是说 你设了一个杯在那边 你看起来一个经验杯 在这边就那样子 我觉得这边是蛮可惜 目前这样 到底定案了没有 到底执行状况怎么样 黄局长 你是不是说明一下 可以 是 这个案子 在那边办过两次的说明会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一个地方有一民庙 还有立行医院等等设施 造成说这边的交通的问题 停车的问题很困难 地方希望说 透过这一个公园的开辟 能顺便的解决这边的交通 和停车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公园 你复旦路或是郁达路 你要退的时候 本席都支持嘛 对 那你的停车解决 就是六千坪的土地 拿到挖一千坪 做到平面两百个停车位 这样合理吗 那个议员 我从头到尾这个案子 做过很多沟通 第一个公募改公园 这要完成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附带的功能 希望增加活动空间 以及解决停车的一部分问题 一个公园不解决所有的问题 不是说今天有个公园 我们就把它全部开挖成停车场 不是这样子 它公园有它的那个 它整个它的形状的特色 交通的条件 这个评估过后 它已经有两百个停车位 像开挖成功 像我们那个 我们的那个 不是 我又觉得你做平面 是不是太可惜 是不是应该把地下 不影响力负力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它做成地下 然后你上面 我们一起 那个已经讨论过了 两个原因 第一个它原来是公墓 所以当时民众说 先做平面停车场 因为这有一点民俗的问题 那第二个 如果将来 有必要发展成为地下停车场 我们将来就在做深入的评估 那目前 能够很快的在107年 完成这计划 就会增加两百个停车位 那如果你要增加成四百个 为了多两百个 你要多花两三亿的经费 而且时间会拖很久 那市长 所以这个方案 其实地方居民都同意了 那你解决停车 那当时我们希望说 复旦中学 把它平行国中 给它一个 因为它两个学校 都没有适当的运动场地 像你这样 假如这种定稿的话 就来了一个草皮 跟来了一个天木兰球 那事实上 所以不是说 今天有个公墓 我们要把它转成公园 它的功能 它就是 你现在讲的又多了一个 要帮忙复旦中学 又要帮忙平行国中 又加了很多很多功能 其实没有办法这样子处理 我是觉得市长 我觉得说 你现在看到一个公墓 要改公园 你现在把心理 想着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有哪些 我知道 我是觉得两个功能 我刚刚开中民意讲 这个地方是平正最精华的地区 这个我们在公听会 都讨论过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议题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希望多表达说 能够更多的使用 那合理的开发密度 合理的量体 跟合理的功能 这我们还是要考虑 黄局长 我想说 我们从国中就认识 同学到现在 我想大家都在那边生活过 当然了 市长 我市长的想法 但本习 不是我现在是讲说 地方上综合的想法 不是我的想法 我给你报告 原来我们的规划 跟你刚才提的 大概一些设施都在上面 是因为地方 我去第一次开说明会的时候 大家建议修正 那这一次 第二次一个月内修正好 再去 地方都很赞成 还有当天出席的 所有的里长民代 都很赞成 这样子的 我是觉得说 土地的取得 当然我们这个土地 因为讲实在 我们现在要征收 土地非常困难 这个地方 可以说 在我们在屏正的市中心 然后土地 土地也就是说 原来就是我们市政府的土地 我希望说能够善加利用 我希望说你能够规划 甚至于说一期二期三期 做长城的规划 不要说 你做个平面停车场 过了两年 觉得说停车位又不够 又要把它挖掉 或者你做了这个天幕 觉得又不够又要把我 我希望说本期刚才给你 当然就是建议了 就是说 未来我们是一个大型的 像我们龙台远套运动公园这样子 不管学校要用 伴活动要用 民众平常他要慢走 他都可以使用 有一个运动的一个规格 一个场地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有这个纪念碑 或是艺民奋斗的一些精神 让他规划好一点 然后停车的方便 让利勤医院 因为利勤医院在我们桃园 山南区山重镇 大家 大家几乎都是南区六乡镇 几乎都以那个为主 确定要真的非常非常多 当然本期上希望说 车位能够增加 让他甚至利勤医院还建议说 是不是做个地下的 他自己支配 这个方案已经跟利勤医院 讨论过他了解 好 那那个地下通道的方案也没有了 好没关系了 我想说 这个议员 其实这个方案已经是讨论过后 达成最大的公约数了 那你的建议我了解 这样我们就是说 我希望说你分歧 当然大家的意见 我希望说不要说 做了以后 才发现说 因为这个议题 已经最近都整合完毕了 已经达成共识 议员的意见 我们尽量参考 好 下面 我讲这个陆瓶的专栏 刚刚市长我觉得说 当然这陆瓶的部分 我们桃园市 在市长上有改善了非常多 但是本期有建议说 我看到陆瓶的基金 还有咨询率还是偏低的 那市长 我说 黄局长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 民政最有改善的部分 就是每次挖掘后 路面都是不平整 那本期你看这个路面 有些回填的一半 有些回填的这样一块一块的 不管是15米上的道路 或是15米以下的道路 感觉民众都非常的差 那本期也常常建议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赶快的成立一个 道路的一个资讯管理中心 这部分黄局长 你到底现在进行要怎么样 是 跟张医员报告 这个道路资讯管理中心 我们目前正在监制中 那也开过几次会议 要缓线机构来进驻和属办公 它最主要就是要遏止这个问题 挖了优谷 好几个挖鼠以后 你那个修股的面积一定要加到 我看你们现在没有一个标准 到底是一个车道 然后呢 是不是说一定要买 我如果说一定要买一个车道 然后一定要加长一到二米 像这种地方 你看他比如说半个车道都没有 然后甚至他去挖 去挖两米震吗 他就补两米震吗 这东西是不符合我们民众使用的一个状况 区长这部分有没有新的一个做法 是 这个也是会在我们未来的 那个管线资讯中心协调的重要工作之一 其实建议就是说你只要挖 一定要铺满一个车道 然后长宽要增加 不是像这一小块这样子 就像一个凹洞一样 尤其他回点不实的话 现在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对道路管线的挖掘 有两个部分我们要用力一点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整合挖掘 那不能你挖我挖 那我就讲了嘛 你在道路资讯管理中心 假如你那年有上次给你建议 你来的时候就给你建议 你应该成立一个管理中心 对不对 然后15米以上是假如市政府 15米以下你要专责 请区公所来做验收 不要他来申请了挖路 对不对 他回去了 因为你也没有收到保证金 也没有人去跟他验收 永远做的就是一直在那边 好好一条道路 那本期在建议尤其是管制期间 民众常常在讲的 管制期间有没有特别的办法 就是说我上个月可能才铺 结果你这个月可能因为 自来水爆管了 或者有什么特殊状况 你要挖 你要挖 本期这边给你建议 保证金是代修备 应该加收三倍以上 甚至说你们去验收 加没有的话 就用保证金是代修备完 就是说上个月台铺 就这个月管线爆了 你说这台铺管线爆 它要不要挖 当然要挖嘛 可是民众就说 你上个月台铺 你这个月挖 有没有特别的做法 本期这边给你建议 有没有特别的做法 觉得怎么样 比如说管制的路段 如果挖掘的话 一定会要求 它补险铺的面积会加大 也许是整个接锅的加大 这是一定会的 我刚刚要报告是说 我们要开始有这道馆中心以后 对于常常抢修 特别像自来水 哇实着常常抢修的 要进行热点分析 常常抢修的路段 要要求他们 主动要求他们 这边要整个泰管 以避免常常的 局长那我建议 之前建议你知道 成立养户工程队 针对验收管线的维修 真的这部分能够分成负责 这部分养户工程 养户工程这部分 有没有在积极地进行 有这个我们也有签报市政府 我希望说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我们增加一点人力 对于就是说 挖掘后的巡查 这部分我们再 我来说明 养户工程处 我们市政府的编制员的不足 比较其他五度 我们都是偏低 所以这一题 我已经先用约顾人员的方式 技工的方式 让他们专案增加人力 那第二个 刚刚你讲的一个是坑洞修补 那坑洞修补当然不是全面性的 但是我们针对大规模的挖掘的部分 是要整个路段重铺 这个原则没有变 你讲的就是我们的原则 但是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个议题是说 一年内它加封后 我们不得挖掘 我想目前我们都是强制执行 那强制执行只有紧急情况 你说报官 或者说 也有会议员来说 他现在一个新社区盖好了 他要接水接电 那你不让他搬进来吗 所以那种情况 我们就是要专案管理 保证金加收提高 或说修复面积把它加大 其实我们都会专案管理的意思说 标准跟条件会提高 这一点都有谈性 我希望说你来了以后 真的这部分要让你 路平的满意度是 我要老实说 从我们上任前百分之三十的满意度 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十的满意度 所以民众是有感的 那我想再加强 再加强好不好 谢谢 那我想说 市长我觉得 那个这样反 那个都法局局长 都局长 我想说 平正的永峰里 这个公二公园 都局长 那个他有七点二公顷 这个位置 在这个公园旁边 现在民众的诚情 就是说 常常我们现在 很多都市计划 30年前 20年前就纳入了一个公共设施 他不能盖 也不能请农舍 要买卖什么也不方便 所以在这个区域 在公二公园 大概面积有七点二公顷 那民众 包括当年理想师 陈寗居上说 是不是有效的解编 都市计划解编 编定以后 然后我们再用区断征兽的方式 把这公园缩小 然后我们取得 40%的公社用地 譬如你要做公园 或做其他的 然后其他部分 变为住宅区 甚至它体龄的住宅区 跟工业用地 做工业用地也可以 做住宅区也可以 那我们可以 市政府可以用 比较少的财政支出 然后取得公社用地 也解决民众的困难 那当然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就是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公园算非常的大 其他乡镇也有很多公共设施 包括学校 包括其他的油气用地 没有征收 有些面积比较小 那针对这个部分 它面积比较大 局长你专业的角度来看 本期这样的建议可不可行呢 是可行 较大的这些公社保留地 通常可以透过 您刚提到的 这个减半开发的方式 这就是用区卵征收 民众减半开发 然后他区卵征收 他以后的部分 他能够解决 因为这部分产权不复杂 又没有地上务 而且他编了非常久时间 这个督律计划 大概有30年以上 局长这部分 有没有可能来这样做 这部分 好我会专案来处理这个案 因为7.2算不小 大概两个半的 国中那么大 是可以这样来做 假如他的需求性高 加上我们土地征收不易 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考虑到开发的进程 我们可以纳入减半征收的方案 好市长 我觉得说这10多年 我们也没有看过什么县市政府说 要花很多的经费来征收 怎么做工资 这经费真的非常高 本系是说减少财政支出 我们利用区段做的方式 我们现在都市计划 那个公社用地的通盘检讨 正在进行 那您说的这个案子 我想是 这个目前这样看起来 基本条件适合 我想如局长 这部分 是不是在我们定义会 有机会 我们就办法会看 我想说 这部分 我们用很少的经费 然后可以解决 那部分的问题 好不好 区段征收人还需要经费 我当然 我知道你减半 除了说你有先解编 市长 区段征收人还需要经费 当然总品去申收便宜多了 他的名字 其实是公社用地检讨 那他是一个通盘检讨的案子 我们请督发局把这个个案拿进来 好 把他拿进来 那督发局局长 我再讲这个部分 本系是再讲第二次 就是评证区新关路五段 大陆要打通 这部分当初 本来要废道 那时候 那时候 您已经当副秘书长 现在就这个部分 从新关路接到平正工业区这一部分 这部分都市区块 下次把它保留住 我希望说 这个部分 非常的重要 因为南风路随时都在塞车 我想这个部分 这一条新关路 这个打通 从工业区连外道路 从只有 现在唯一条 就只有南风路接到中风路 那新关路这部分 要接到我们南风路 就差这一点点 大概500公尺的长度 我想这部分 在半年前 本系也提过 可是呢 结果提了呢 结果市政府 就把它摆着 我感觉上没有什么进度 独机长 这部分是不是 我们在加把劲 这样努力 看是不是在用 争取中央的补助 或什么相关的部分 还是从工业区面左手 把这条路来打通 你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独机长已经 这个 这个处理完了 就是后来没有把它处理掉 就保留原的道路 这到大家的意思 那剩下就是 我们要评估 这个开辟的方式 跟经费 当然也好 这也是我报告 是 我们正在进行 可行性评估 因为这个 新光路到 三十顶工业区的高差 南风的 非常的高 所以它有工程 可行性的问题在里面 那我们初估 因为这个 虽然刚才您提到 短短大概500公尺 它要做高价 要取责 像资质型上来 我知道 因为这个是解决 它的 因为南风的随时都要山 现在加热 可以开在那边 还会遇到 污水处理厂的问题 就整个工业区的 污水处理厂的问题 也在这 所以要进行可行性 你是不是 正经一两个月 开辟的可行性 因为这个 大家民众都很希望 他开了这以后 他不要走中风路 他直接 新光直接出来 就接六六快速道路 直接上中山高的 也不要绕到中风路去 大塞车 你懂我意思吗 这我们正在进行 可行性分析 大概年底 来 这个议题我再说一下 这个议题 以前是放弃 那在去年 那个刘仁造议员咨询的时候 我跟他说 他高低差很大 所以都记有在检讨 工程有难度 不过为了要能够 找出问题 找出方法 我们把它纳入可行性评估 可行性先评估完毕以后 再来评估工程的 这个效益 那我想进入这个程序 来讨论 好不好 因为他原来是被放弃的议题 我知道 我们现在把它重新讨论 救回来不是说立刻答应 救回来要把可行性跟工程的效益把它评估好 局长我觉得说工程绝对都可以做了 是要不要做的事情 没有做不到 每一个工程都有效益 但是我们总体市府在衡量 这种道路打通的时候 都要衡量整体的财政的条件 我年底这个可行性 听估报 我就是觉得这部分 你可以请教 我不会去否决任何一个 道路开辟的案子 我的政策是这样 每个道路都有效益 因为市长 我觉得有些道路都在拓宽 好像这个是打通比拓宽更重要 我觉得 我们都打通优先 对了 那拓宽的 但拓宽的也有它的价值 比如中山东路、龙岗路 那都有价值 市长 我觉得说我知道你支持这案子 我希望黄局长你上来 上任以后 我希望这部分可行性的评估 还有工程的难度 我想这部分就责成 你看怎么样 是不是你应该这部分 在年底前 是不是应该给我们 这一题是老议员 这一题老议题 我们进入可行性评估 评估好 以后再来讨论 谢谢 市长 那我想定位 定个议题就是 我们现在中央政府 包括卫福部 都在推这个长期照顾的十年计划 不管是设政单位 或是卫政单位 都在长期来推动 我想说不管是 长照的照顾 或是居家的服务 我看次数人士 大概半年都有 二十几万的人士 表示我们桃園市人口非常多 需要照顾的老人也非常多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们常看到 包括有些比较悲剧 就是说 老人家爸爸照顾妈妈 因为要长期的卧病 甚至于 把他掐死 然后自己又自杀 或者说有些儿子 照顾爸爸妈妈 他突然失智 走到街上去找他 可以说 造成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都常常看到这种不断的社会问题 那我是觉得说 照顾人力的不足 社区是照顾 政府预算编列 各方面是不是有所欠缺 然后有些家庭的 家庭的负担非常非常沉重 我们政府在这时候 是不是应该四十的伸出援手 尤其是沉下差距 那非常的大 我想这个部分 我想说市长 这部分就是说 你认为说 我们在推行长照工作中 市长你认为说 有没有什么力气 可以比较能够 除了人力上预算上 在下半年度 在明年年度里面 针对这长照部分 我们能不能有推动 更有感的一种政策 让民众来感觉到说 很多家庭 真的弱势的家庭 或需要帮助的家庭 能够让觉得说 我们市政府真的在关心他们 现在中央政府 推动新的长照2.0 它是要培养照顾人力 那推动居家护理的照顾 那这个部分 对我们桃园会做一些示范区 能够找一些行政区 把这些需要长照的 在家里护理的 那把它找出来 这个部分 要有预算 这个预算是中央的 那我们市政府自己针对 其实我们原来 升格以后 我们针对那些 家人照顾家人的 我们也特别去关怀 事实上 我们也没有等到中央来推动 我们才推动 我觉得市长 像以前我们那个育婴 就是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去护理学校 或是专职单位 去受训 92个小时 取得育婴的执照 包括这个长照的部分 我觉得说这种专业人力 我们把它建置起来 我们桃园线来率先来做 比如说你的人力 主要是民间人力 民间人力 我们把它充分把它提升起来 然后他去居家照顾 或是送餐 或是帮老人家照顾 因为这个是没有错 我完全赞成 赵良议员的意见 就是说 这个长照需要的人力 需要培养 那也需要建立制度 因为这个以后 比如说每个小时多少钱 交通经历多少钱 那他的自在保险 我今天直询的就是说 希望市长 比如说中央给钱了 我们自己应该编预算 因为我们看到太多 需要照顾的家庭 尤其是城乡落差很大 越乡下的部分 他人力越不足 因为他偏远 没人去照顾他 看到他 我们觉得看他很心酸 很可憐 我需要市长这部分 这个其实中央 为什么会中央变预算 因为长照的预算要300亿 是 那我们分配呢 我们分配到多少 因为预算在省啊 还有这个床位嘛 市长 中央提算明年要 明年要增加那个 淹税来增加长照的预算 局长 有民间机构 针对长照的部分 他来申请 我们应该加速来办理 他假如说 真的是做长照建设 民间愿意资金的投入 是来设置的话 长照机构 我们优先来 让立案能够更效率更高 那市长 我想说 针对长照的部分 市长 希望说能够推出一些新的政策 让民众能够有感 我想最后还几件事情 跟我选区 一样的关系 还是就这样 请市长 请多用心 就是农业局的部分 我们就扶到大北坑 设置休闲农业局的计划 我希望能够折成 就是说 我们在100年度 我们能够赶快 把这个部分把它推动起来 市长 这个部分应该没问题吧 我们已经把大北坑 纳入我们的规划案 那因为这个要 它这个辅导的措施 包括它的那些优势条件的调查 未来的发展构想 我们会整理好以后 向农委会申请 我希望市长 就全力来推动这件事情 希望在连连连连连够 大北坑是我们预定要发展 成休闲农业局 没有错 第二件事情就是农团大石 包括这个第一期 第二期的那个 一至二亿的那些工程款 包括吊桥的多张活赛的改善 没有 我觉得市长假如说 我们真的要做的话 明年预算有多少纳进来 就是真的水质的改善 市长这部分是不是我们有决心 真的要 这里有两部分 一个是景观工程 是有那个 这吊桥没问题 预算有办法 第一阶段拆除吊桥 跟河岸的景观改善 二阶段要重建吊桥 跟水上的那个聚场 那 水质改善呢 市长这部分有没有 这里给我一点时间 请环保局回答 龙南大使水质改善计划 跟义座报告一下 大概他限定有一些设施 他有一些餐厅等等 他必须要去做一些水质的一个纳管改善 那另外 上面有一家工程厂 艾克光年 对 我们会同时对这个 既有的污染源 我们会做管制 包括有一些养集场 或者是有一些畜牧的部分 那本席今天讲 就是说你真的水质改善 希望明年 比如在明年度 有预算或者有金费的话 就积极来做 不要突然改善计量 我们会提出一个方案来解决 市长还是农团体育园区 那天你下降也说了 他刚刚讲的是说 议员现在咨询的 他的污染源的来源是 上游的畜牧业跟工厂 还有旁边的餐厅 这部分叫做鸡茶 另外他那边有没有可能做水质改善设施 我请环保局专案研究 好 这部分我们支持 我希望说 还是要投入清费跟投入人力 所以他上游野稀整治可能要做 但是不是只有野稀整治 他有污染源的来源 污染源的整治 包括水货局 是不是做蓝沙坝 做水源的一个管控 要积极 要积枣 那天民众座谈的时候 民众提出来说 有工厂 有畜牧场 高坪里上游 有几个小型工业区的水柱 顺着中丰路这样下游 局长在认真在鸡茶 那市长 还是这个龙南体育园区 这三合一的部分 金费上在明年有那边 好 这个请体育局来回答一下 包括我们需要说橄榄球 曲棍球 包括足球 那个有经费 第一阶段做棒壘球场 第二阶段做足球场 加上曲棍球 大概边多少经费 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 龙台报告议员是 龙台体育园区 龙台体育园区 这个不是很清楚 我下去 你下去 我那天市长下降 也特别讲到 因为龙台运动能够非常的多 这部分认真来那个 市长 另外 我们需要知道捷运要通 你要把资料给我 是我知道 没问题 谢谢一座 就是那个接驳车 A21站 我们讲说八公里免费 那龙台评测这地方 大家都希望捷运赶快开通 这部分 将来八公里免费的政策 是不是持续来推动 就是让他们票价变得非常便宜 他们就希望大家去搭捷运 这部分 是不是这个政策 A21站会有接驳公车 是 那另外 八公里免费公车的政策 是分年分阶段来实施 我们有实施的方案 不是说一次就到位 因为那个有搭乘率的问题 要养客员 農团平正希望大家去搭捷运 希望从中公路 農团到 到A21站 你的建立的路线跟构想 请交通局把它纳入规划 把纳入规划 然后我希望说能够八公里免费 就是说票价能够便宜 现在農团假如到捷运站 到票价新竹客员 大概在38块左右 假如市政府能给一些补贴的话 我想对将来的乘客率 就大量的提升 因为像他到那边 他可能要四十几块 他从来到台北可能是60块 他觉得说我到中立就花到38块了 虽然说假如做一些补贴 他去搭捷运的话 是对他的票价值出 因为民众会算给我贴 他说我到台北可能假如从農团过去的话 我搭到30几块 在那个票价70-80块 100多块 他到过从这边搭北二高 60块就解决了 那其实隆坛到台北是要走北二高 如果从A21站到台北要100多块 我知道 我希望说 所以市长我希望说这部分 在巴工 因为我们隆坛的评证没有结缘 当然希望说能够在票价上 在接驳上 请市长能够支持 就是说补助这部分 如果是隆坛到台北 我请交通局说 北二高这条路段要特别 台铁的部分 我们还在全力支持 这对隆坛评证的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 台铁地下化 评证车站的设置 会设置一个评证车站 市长 我觉得说我们肩膀硬起来 我们就认真地下化的推动 本性就支持你这个事情 铁路地下的肩膀没有软过啊 我知道 我们是希望说 当然有其他的意见 不同意见 我希望说我们就是 对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 我们就是认真要做就对了 好不好 这个我推动的决心是百分百 也不打折扣 我想本席跟市长 我们是站在同一个政策面上 我们就看这件事情 好 谢谢 虽然最后一分钟了 我还是剩下两个议题 还是市长你来做财势一下 好 有些里长他认为说 小型工作津贴有沒有 比照有其他新北市或台北市 他一年六十万 有二十万 可以做半活动的一个 就是他可以二十万 在基層工作津贴有二十万 可以补助活动 让里长来自己做一些财处 那他是说双北有这样的情绪 那市长有可能在明后年 针对这部分来做放宽处理吗 基层工作款项的使用的部分 那我都是逐步的讨论它的活化的方式 但是新北市目前 拿去办活动的方式 有产生很多问题 所以新北市本身在检讨 那我们要 你不能只看到对方的方便 没有看到对方的 那当然是有些里长来一下 建议陈勤 没有 对 因为新北市现在在检讨 要对这个部分要限制 那我想这个我们 但是我们活动有另外给钱啊 好 教育局长 我想说现在最后几秒钟了 我就说那代课老师 有没有 我们一千多位 我叫代课老师 有那么多 爱情 甚至要 好 谢谢 好 时间到 请坐 好 接下来第二位我们请黄敬平议员提出总执行40分 请开始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老师长 在咨询前 本席先要更正一下 那个 刚刚赵良议员提出的新光路五段 本来是被废止的这个计划 是本席在多次咨询 跟平证工业区经济部他们的工业区管理中心的评布 那个回复报告 我有看到了 了解他们的难处 那边有一个污水处理厂 这个我就不多言了 反正这个 原来就是有难度的 而且你刚刚讲的高度落差也是 那个是非常高 我相信公务局这个新工处本来答应我说 9月要提出一个这个研究可行性评布的报告 年底 年底 年底吗 那时候工作报告就差不多 当时会刊一次到两次的时候 他本来跟我说到今年9月会提出来 我想说10月了我还没看到 但是我还是 就算是有一些困难跟问题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他的这个研究 他的专业意见 我知道像市长刚刚那个落差很大 那个我也晓得 因为有到现场看的人就知道 那个整个状况 还有包括要 但是如果那个路能够打通 真的是不是对平证三子岭地区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但是有关于三子岭这个交通 不管是中峰路 东峰路 南峰路口 上次我也就教过王副市长 以后会再找机会拜访这个市长跟副市长 跟你们做专业的这个就教 我知道你们也在开始做一个专业的那个 整个一个大平井路口的交通专案评估 好 局长请坐 这个市长你也请坐一下 我在就教您之前 我先请正峰处省处长在哪里 省处长 这个我也不就太多的这个社会议题 和新闻事件做太多的评论 但是我实在对正峰处不是那么满意 因为今年以来你看发生多少案件 从民政局的这个中立的这个 冰葬所的中立这个火化长 发生所会事件 然后再到这个卫生局的部分的医师 被检调约谈 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个市政顾问郑毅雄 关说金发局跟劳动局 然后行贿的这个事情 正峰处的功能 是不是应该发挥它的防围杜鉴 那是不是应该发挥它的事前的这个查币 这个正峰清币的一个作用 那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 这些案子有几个是你们正峰处先察觉出来的呢 有关这个卫生局 就是我们卫生局的正峰市主动跟首长报告以后 然后再做一个清查 那至于这个冰葬所这个部分呢 我先前也是有了解是在查证中 但是这个案子检调它已经在动作了 我相信你们正峰处不是不想去了解这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们敏感神经要不是太大条 要细腻一点 要加油一下 你处在桃园市政府升格之后 有这么多的局处单位里面 本席也告诉你啦 我最近也接获情知 又是跟市府里面局处 受到你们市政府的这个顾问级人士 跟参议级的这个 或者参议级的这个人士 于是为了加速跟这个都市计划开发更新 土地征收有关的案子 没有按照它的规定时间 你想要加速然后施压 用这种方式 有疑似土利草地皮之前 我也不会告诉你是哪一个 你会后也不用来问我 你自己去清查在市府府内 有哪些是这样的案子 我知道非常的庞大 但是你自己要去了解 不要你自己到这边无作为 我真的怀疑你政风处是四位素餐 如果你无作为 还是查不出个索语来 那本席就把相关情织交给检调侦办 再让检调来帮助你 但是到时候本席要看你 你这个政风处长能坐多久的位置 谢谢郁作 我们会加强去预防跟了解 好 请坐 市长 这个请我们这个 还有张处长 市府的这个 目前陶芸市的吉祥物 是阿桃跟阿元 对不对 阿桃跟远哥 阿桃跟远哥 那我问一下处长 那个阿桃跟远哥 台语怎么讲 阿桃跟远哥 客家话怎么讲 客家话我比较不会 阿桃阿元 谢谢 阿桃阿元 但是我要跟你讲 这个不是重点 这是一个口语表达 一个传播的方式 我觉得市府的这个吉祥物 有这个阿桃跟阿元 很OK 但是 你没有想过 而且这一次阿桃跟远哥 出事提升 就去拿下这个全国吉祥物PK第二名 对不对 值得鼓掌 希望下次有机会 还有这个类似的竞赛 能够再接再利 把冠军给抱回来 但是你没有想过 在行销阿桃阿元的时候 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口语 用各种不同的这个方言来念的话 再来就是他的图像行销 图像logo 对不对 阿桃阿元这么可爱 连客家事务局 都弄了一个这个阿弟阿妹 对不对 这么可爱的东西 那行销图像上面 你们用了哪些心力 跟靳平议员报告一下 这个我看到靳平议员海报上面写LINE 这个其实 在今年灯会的时候 这个我也有跟LINE的公司 这边来了解 有没有相关的方案 那不过时间有点赶 那就LINE的贴图的各项方案 其实他有比方说八张贴图 十六张贴图 这个我有在做一个研究 那包括了付费的机制 这个我们也有在做一个研究 那个会选择一个CD值 他要付费阿 因为下载付费啦 上架也要钱 你不能加入桃园市政府的这个网友 然后直接免费下载吗 这个我们也有跟LINE的公司 加入就好了 我说当然 我说你们市政府 跟LINE公司合作 去付费给LINE的这个公司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让我 比如说我是一个使用者 我是一个3C的这个使用者 我看到加入桃园市政府的这个LINE官网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 像很多的企业 不是都有这个免费的主题小铺啊 贴图 我就可以加入啊 那阿桃或袁哥 他在里面喊一个加油 你看我常常有时候在LINE的时候 打一个OK两个字 就会出现十几种图案 供我选择 以后我是不是打一个桃园 就可以出现阿桃跟袁哥 那个敬平议员建议很好 阿桃、袁哥的LINE的群组 那确实可以发展很多图样 很多老人家来不及打那么多字嘛 这个没关系 请那个新闻处专案来研究 跟那个来发展这个构想 对啊 你是不是可以 而且我是强调 你说如果LINE这个贴图要收费的话 那谁会下载啊 他有一些企业的那种 对他有一些规范 好这个部分我们来去 你们去研究一下 像这方面 可以用这个阿桃跟袁哥 跟大家说早安 晚安 或者是加油 老人家就不用再去做图了 或者是问候什么的 然后对不对 就一系列十几个那个图案 点一个 以后我们在这个 这个建议很好 问候就可以 阿桃、袁哥行销到全世界 谢谢敬平玉的建议 我们一直有在研究 会选择一个最方便的方案 包括我建议一个客家事务局讲局长 你的阿弟阿妹都可以参考 是不是也是跟有金费预算的话 你们研究跟LINE合作 为什么 你可以在阿弟阿妹上面 教大家讲一些几句的客家问候 比如说阿弟你按一下 就跳出来 阿妹就跳出来 等等之类 几句简短的客家话问候 你写在上面 然后很可爱的字体 加上阿弟阿妹 等于无形中 你在推广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个传承 和语言的这个协助 让他有兴趣这个 甚至如果他能够发音 这样很可爱 都可以你们去研究 客家事务局的这个吉祥物 可以跟阿桃、袁哥一起联手出集 在LINE里面有无远佛界的影响力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或很多人 看阿弟阿妹讲客家话 按一下又有声音的话 哇 那个是不是互动很可爱 以后我不用跟你在LINE的时候 那么辛苦 还要打Same Morning 还要找那个字 对不对 我建议这样 你们都去研究 因为这个决定前是在你们 但是我觉得 网路的行销 和图像的行销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本型是建议说 你们可以参考 在跟年轻人 跟桃园市民 和市政府行销 自己的形象之间 拉近距离的时候 这个不是唯一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工具 好 请两位这个 市长 请坐好 谢谢议员 这个很有创意 谢谢 好谢谢 那市长 上次那个 我们有到平正 大概8月29号的时候 在这个平正的复兴复旦里集会所 在那边做一个会刊 当时啊 我们有会刊 除了无障碍电梯 你跟大家市民说明的整个状况 那本席跟这个王院会里长 也直接向您争取说 复旦复兴集会所旁边 也就是文化国小旁边的公十五的 这个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 那时候您还记得吧 那当时您还当众跟乡亲宣布说 这个你可能在明年元旦开始 会针对巴德跟平正区各选一处 作为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这个定案 折地啊 那当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还在那边鼓掌 那个谢谢这个市长当众宣布 这个事情其实在本席 在竞选或当选的时候 就一上任就去会刊好几次 跟王院会里长和李文俊里长 也都去看过 那经过市政府交通局委托顾问公司的这个评估 也的确在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僻件需求 而且当时交通局的这个评估 应该说他们委外的顾问公司评估 如果盖了这个地下停车场 甚至能够解决文化街 复兴街 广德街 平正文化街那一带交通庸舍 和违规停车 乱停车 还没有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而且可以增加这个415个 汽机车的这个停车位 乡亲其实期待很久 市长多次到我们这个文化街 文化国小那一带 复兴街 也知道那边的商圈 跟这个交通的这个瓶颈 那边的街道是真的比较短 尤其是井陵新屋交流道 所以本席大力的这个希望能够拜托市长 能够优先考量 既然如果你明年元旦要在平正 跟巴德区各择一地 做一个地下停车场 我希望这个能够争取市长 是不是就能够召集地方的区公所 交通局专业的还有民意代表 我们是不是就讨论在公十五这个地方 文化公园优先考虑 就在这边做一个地下停车场 我来跟近平议员说一个比较简要完整的说明 上次你总质询已经列了一栏表 适合哪些地方适合当地下停车场 那大概有十个 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说 因为平正 平正我希望在明年 能够再规划一个地下停车场 解决塞车的问题跟这个停车的问题 那我们在看哪一个效益比较高 那因为停管基金有限 我甚至有考虑到 要把停管基金拿来贷款 能够加速建设 因为前面有建设后面才有收益 那目前我们停车的活化政策也做得很好 也都使用率变高了 所以我有请交通局说 把平正的这几个 比较有可能开发的做个效益评估 我们来排顺序 假设文化公园这个是排第一位 那我们就把它列为第一位开发 我请高局长可以再检调补充说明一下 目前我们陆外停车场都有列的 优先顺序的改建计划 那几个指标就是包括面积够不够 用地取得够不够 然后进出动线也没问题 等等 这些我们都排好了 那文化公园工十五的部分 这个地下停车我们也会纳入评估 在整体来考量一下 因为评证很多地方都可以做 我们来看看 文化公园是不是摆在前面 我已经看到资料大概是一万两千平方公尺 如果使用的话可以到一半 六千平方公尺大概是两千平左右 这个大概要三亿的预算 那我想凭证确实也需要 我们在这个完成评估后 我想净平议员在这边 我们明年一定会定案一个地下停车场 那至于要不要放文化公园 假设这个排序 我们排序如果排第一位的话 我们就定位文化公园 如果说希望这个市长能够 这个优先考量当地的交通情形和停车位 因为平证也有一半是处在郊区 非都市计划的一个土地 那边可能它的停车位 那边可以考虑用平面 平面的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们不是好几个国有土地 现在拨用吗 对 那如果做绿美的话 我们会把一部分做停车场 通常都是比较靠近中立市区 还有平证的市中心 所以像本席才会强烈建议在文化公园这里 没错 那个地带从整个外环道这周边 确实那边是最容易的 因为你发布进了广北停车场 根本就不服使用了 在那个附幼馆旁边 那广南又那么远 对不对 我请交通局 因为上次你是把一栏脚都做出来 那今天你是直接就说 因为听到市长上次讲 直接宣布说会有一个在凭证 一定要设一个 那就希望大力争取在文化公园 拜托市长跟交通局 能够优先评估考虑 好 这里我 因为我其实我已经去看过了 我知道那里需求很高 好 市长 本席先带评证相亲 谢谢市长 可以优先考量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 六号生活圈的道路 这个问题 也是市长 你们上任之后 一直积极在评估 推动了这个 有关于桃园、巴德、平证、中立 这之间的一个 生活圈的道路计划 可是这个串联这几个行政区 市府啊 他之前在很多的报告里面 有提到说 优先批建捷运路线 贡献段1.6公里 其次呢 才批建这个 与三英捷运 它的贡献 那对于这个市长的决策 本席本来就 这个无庸自语 无权自会 但是就本案来说 当时本席看到你们报告上面 有路线上最后一里路 就六号生活圈的最后一里路 从这个龙南路 下来一直到这个金陵路 和这个66快速道路口 路线上的11k到13.5k 这个大概2.5公里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图上所显示 橘色这条线的地方 这个这一段全长不过2.5公里 那当时你们是还没有提到 这一段的这个规划 但是市长提醒你 还有这个局长 这中间啊 有很多的这个非都市计划道路 土地啊 非都市计划土地啊 这个地方如果你先做的话 我当然支持说 你跟捷运贡献段 要继续做 应该也先做 但是如果说 比较容易征收的这个部分 捷运贡献的之外呢 还有包括桃园地区 没有这种强烈的这个横向的路线 你要解决这个需求问题 然后还有解决这个 当地长期交通庸色瓶颈 在金陵路跟66快速道路口 靠近这个金陵路屏东路口 就是一个大瓶颈 之前好多的议员 我们在地都有提出咨询 所以类似这样一个 11k到13.5k 六号生活圈道路 最后一段这个 只有2.5公里 是不是比较容易着手的 你除了跟捷运贡献段 也继续先着手进行之外 这个是不是市长跟局长 请你们也优先考量说 能不能先做这个 比较容易施行的 好 谢谢 那个生活圈六号道路 是要六十几亿啦 那当然它可以连结 八德中立到平正 那确实是把生活圈串联起来 那当然不可能是一次完成 那为什么捷运公共路段 因为捷运要发包了 所以一定要征收土地 一定要 因为那一段也是非都市的区域 一定要把那个路做出来 才能够有捷运 那这一段 这段在屏东路旁边这一段 对在屏东路这边 如果说它也是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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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考虑 第二期的部分 是不是优先 因为这个我还没有做过 要把工程的难易度 预算的问题 整个通盘了解 我想也可以请高局长这边 这段如果有优先性的话 我想我们陶芸市有很多的道路要吸引 包括深刻圈2号 深刻圈6号等等 我想今天议员讲的这个案子 我想我们会大陆 一边做评估 我想议员最重要的意思是说 如果整条道路要批建到67亿 我们不可能一次全部完成 没错 你一定是分断是 效益高 成本低 根据效益来推动 那比如说它拆迁房子少 那当然抗政率比较少 那像我们要开这个隆岗路 隆岗路居民抗争 你就会慢下来 都会delay到进度 那如果非都市土地的部分 可以先行规划 先行把预算算出来 我觉得我们也是把它排序 而且你要等捷运的话 又不知道等多久 这里没有陪有捷运 所以我就说 这里没有这个问题 它的影响性比较小 然后土地征收 这个推动标准我是赞成的 好不好 这个推动标准我是赞成说 以这个难易度来推动 好 谢谢市长跟局长 局长请坐 市长还有一个就是台风天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我昨天有跟这个公务局的新工 这个新工 他们那个养工处处长请教 电线电缆地下化 本期是建议 能不能做一个预防性的这个 这个染线地下化 什么意思呢 就拿这次去年的这个 苏迪勒台风 到今年的这个 莫兰地台风 好几次的这个台风 电线断线 然后呢整个到 造成桃园大停电 平正我们也是 两万四千多户 每次都受到停电之苦 后来本期也跟公务局 拜托他们跟台电 要了一些资料 发现说其实各直辖市 以六都来讲 染线电线地下化的情况 台北市是94.6% 新北市是67.6% 台中市是43.1% 台南市是44% 高雄市是59.1% 桃园市只有40.8% 算是六都敬培莫座 最后一名 想想桃园有这么多的工业区 工商大市 过去也是工商大县 财政什么收益啊 都是不错 想想我们的这个电线电缆 却没有受到中央的青睐 真的觉得很悲哀 而且不晓得台电 到底在干什么 那努力空间还是很大 而我昨天其实也跟公务局 养工住这边请教到说 桃园市的各区 拿桃园区跟中立区来讲 它的地下化的比例 目前是各有71% 跟60%的进度已经完成了 那其他行政区的资料 负资绝入 从资料的掌握程度 我当然也不能一昧的说 就是公务局啊 或者是市政府的 所以染线地下化的态度 是不是太消极 有一半的原因是在台电那边 把这个资料当成 是一个机密的 它的一个亏限 它的一个负载量 当成一个机密的 所以这个当然有点离题 本期本来是不支持 这个台电的这个电业自由化 但是弄到这样 我觉得台电如果 还是这么蛮憨 那我觉得真的是 最需要改革的 就是这一家国营企业 所以我希望市长 你是不是能够协助我们这个公务局 然后甚至在地的我们立法委员 跟台电好好的去沟通 尤其是像这个电线电缆地下化 每次这个风灾就断电 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在我们平正地区 南平路跟新光路 郑安宫 我们很有名的平正庙 那附近的一个路口 一个路口断八次 南平路跟新光路路口的主干线 你看在南平路的这个主干线感 林立这个地方 我上次在咨询公务局的这个报告的时候 我就有提到 南平路那个地方 它是从杨梅普新吃他们这个二电厂的 这个过来的配电 供电从那边吃光 一旦杨梅普新那边的电断掉了 整个南平路 或是南平路的线有被吹断 台风一吹断 而且那边的风力比较强 所以它电线干林立盖的比较密集 因为想说这样子比较能够抗风 但这样的一个结果 反而容易让它容易断线 所以每次停电一定会有 那一大带的这个居民都受到影响 尤其关乎大南市地区 两三千户的这个居民 全部都在这边三千多户 甚至到了这个南平路跟新光路口那边 以及到中丰路到这个东丰路那个的一带 以及我们三兴路三河路口 所以上次我才会跟公务局局长建议 你可以去参考南平路 平正的南平路 还有南丰路 三兴路 东丰路 三河路 这几条路 因为常常每次停电就是那里 所以为什么我提出 风灾之前的一个预防性的朗线地下化 就是道理原因在这边 而且我希望你们再提出 上次我有看到公务局报告 我也跟他讲了 我说电缆地下化的下地情形 你们有24个没有凭证 但是我希望你们做一个全盘的考量 你要有一个主干道跟次干道的一个 主干次干的一个 电线电缆地下化的评估规划 甚至将来交通局都要一起配合 为什么 你们在新辟道路的时候 是不是要留那个设施带 我们桃源的这个道路 是不是现在的车道宽度是3米5 对不对 你是不是可以参考其他县市做法 弹性的这个节制他 让他从3米5变成3米到3米5 当然 这边有很多的交通运输 跟我们的工程专家 你们去研究说 车道如果从3米5 缩减到3米1 3米2 3米3到3米5之间 缩减一些 那是不是新辟的道路 或者是拓宽改建的修建道路 它可以留旁边的设施带 或者是将来的行人道 或者是中间的安全道 它是不是就有这个 未来电线地下下地化的一个可能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研究 不是只有公务局和养工处 一个人闷着头在那边做 交通局一起帮忙配合他 不是只是看了公务局做事 交通局也提供专业的意见 未来你们市府这样的横向联系 是不是专业的这个意见才充足 然后这样一个电线地下化 我觉得是不是列为以后市长 你会比较重要希望能够看到的愿景 我简要的说明 桃园40%偏低 那其他各都以前是台电百分之百 来做地下化的工程跟预算 那后来台电改的规则 它说临时迁移的话 那么地方政府负担一半 那这规则还没改 我们去年是编列了大概7000多万 那完成大概14公里多 那我现在是有几个政策 也跟近平议员说明 你讲的这个就是我赞成 就是容易跳电 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主干线的断电的地方 要优先 包括这一次像沿海的观音新屋 它跳电的类型就是主干线跳电 所以要一次跳都跳8成左右 所以台电也把那边的主干线地下化当优先 那我们凭证也一样有这问题 工业区的关系 那我是觉得养工处 我们在定那个电纜地下化的原则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个容易跳电的 过去停电记录的 那些主干线的部分 跟台电协商 那个要优先 这个效益比较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商圈 商圈部分有的未完成的 要把它完成 第三个我想台电 因为它现在要盖大潭电厂 那我提的条件就是说 你要盖大潭电厂 要盖新的配线的网路的话 那我桃园市政府就是要求 你要把一部分经费 要回馈桃园 就是要把桃园的电纜地下化 能够从40% 我的最终目标到60% 那这20%要怎么完成 这20%其实还蛮多经费 也可能算起来可能要到 我的了解这20%可能要到600亿左右 这不容易喔 你要提升20%到60% 又600多亿 但是我跟他说 那至好你分年分阶段做 至少我们停电的问题 可以优先解决 那另外我们自己市政府 可以做的部分 只要是道路拖宽 道路有拖宽 就要配合电纜地下化 一次把它完成 像我们上次隆岗路 那就是配合 把电杆的下地座位把它完成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我想各种方法 让这个地下化的比例可以提高 不过我想台电我要告诉议会说 我们还是要强力的跟台电争取 我们是后发展的直辖市 反而惩罚我们要负担一半 前面的反而是台电100%出钱 台北市电纜地下化已经97% 我们40% 那他以前是台电100% 那现在要我们50% 坦白讲这不是很公平 这个你去中央可不可以跟林权院长 甚至跟蔡总统沟通一下 我跟他讲说台北市也没有电厂啊 跟他们争取不要这样子 我们桃源这么多电厂 亏待我们桃源人嘛 他不是专门针对桃源 他是现在所有的县市都要求50% 他说台电现在经费有限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我说台北市也没电厂 我们桃源一大堆电厂 所以我希望电纜地下化 作为台电一个协商项目 那他目前就是那几个 容易产生跳电的地方 停电的地方 我们希望优先主办线地下化 这个他已经同意了 还有最基本的态度 就是你跟台电在协商过程中 希望市长也能够出面 不要让台电好像很多资料都当成机密 不提供给我们公务局跟养工处 你让养工处或是公务局任何一个局处单位去面对台电 台电当然不甩他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找立委或是市长那边出面 台电现在最新政策 应该跟我们会互动得很好 那这个窗口现在建立得不错 我想刚刚敬明议员建议这个标准 我觉得应该是很好 优先解决这种供电跟民生问题 容易断电跳电地方 如果像平正工业区这么多 他一致都断那个地方 当然就是要那个地方地下化 避免被在台风吹断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我们跟台电来协商 那平正部分 我想一个区一个区来 平正这个区到底地下化的程度是多少 然后也是要排优先顺序 哪几条主干线要地下化 比如我们协商的结果 平正假设要20亿 那我要把那个优先顺序排出来 那我们平正现在是一格都没有 我是希望市长跟局长你们可以充分讨论 我上次看到公务局那个报告24个已经完成了 平正都没有 希望你们在明年新增的这个项目 能够把平正重点也纳进来 我们这边把平正的调查好 那哪些地方适合优先争取 跟黄近平议员说明 好 谢谢局长 市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于这个跟断电其实有关 我们这个民政局 我知道今天是副局长代打 那现在全市全里的广播系统的普及率有多少 各里办公室 目前就是 市长请坐一下 16年以前的村里监视系统只是维修 那 我说广播系统 广播系统现在普及率大概六成 那明年还有没有多少里要替换 目前用小型工程提出要申请的 大概统计数字我这里可能没办法答复 是不是会后我们再提供给益座 这个各里办公室的对里的广播器作用 平时其实可以做这个政令宣导 还有协助寻找人员移车通知物品 或者是活动的告知 或者是比如说清沟消毒的一个通知等等 作为里长跟里民之间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灾害来的时候怎么办 或者是灾后的话怎么运用 一般我们是有里的这个灾害通报系统 我们会马上传真给里长 可是你要怎么告知民众 他们里民都只能打电话打爆里长的手机 里长疲于奔命这样子 然后接电话接到疲卵 本席这次这两年再跟这个台风期间 去跟好几个里长 刚好在台风期间 我就看亲眼见到每一个里长 都被里民这个从早到晚手机狂扣 你们想过因为里广播系统 它平时有这么多的这个功能 可是到了重要的这个风灾 或者是风灾期间 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紧急的广播不断电 它的一个还可以供电系统 我跟这个副局长提到这一点是说 里长的广播器啊如果不断电 你防灾或者是在风灾期间 你是不是才有一个效率 比如说你在这个风灾的时候 什么时候停电 什么时候电会来 什么时候供电 什么时候不电 这个是本席旁边的这个 我们平正区永峰里里长办公室的 它的这个里办公处的广播系统 很新 你们换的这个新的设备是不错 那本席听得也很清楚 在服务处的时候都听得到它的广播 但是风灾期间呢它就完全无用武之地 那当时跟里长研究了半天 那里长很多人都有一个心声说 如果里长可以透过这样一个 里广播系统 告知全理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何处断电的问题 可以这个抢修复电 抢修的进度 避免民众在那边急如热锅上的麻烦 大家都停电啊 只有电话没有问题 只能一直打电话打给里长的手机 有的没有找到里长就那边急 然后就跑出来咒骂 或者跑出来看 这也没办法怪民众 但是呢 避免民众过度的询问跟担心 反而耽误里长处理灾情的一些进度和时间 那有没有可能说 你在这方面 推动防灾救灾型的里广播系统 加装检疫备用的电源 UPS 你在这个方面去补强它的这个功能性 里长是不是可以适时的告知 里长的任何当前 什么地方是危险区域 请民众不要靠近 因为风灾如果断电的话 它有这个东西啊 里长是不是可以在灾后 把收集到的灾情或状况 即使广播让民众知道 避免过度恐慌 或甚至有物质的需要募集跟发放 它也不会因为说风灾台电 我们跟着大家都停电 不能广播啊 这个建议不错 一年平均各里我印象中有申请 备原电力啊 一年大概平均有三十个到四十个里申请 各区公所汇报到市政府 那我想我来找 我先来做个示范 我找几个里 你去做一个示范看看 比如说一个区先找一个里 做个不断电的这个系统 那看看那个效用如何 如果说效用不错 那以后这个 这个其实台风天是真的蛮需要的 就把它当救灾的设备 那以后把它当做标准的设备 在我们设置广播系统 就加上不断电的一个小的儲能设备 对这个防灾救灾性的 我先做一个示范来看看效益如何 你们先去研究 效益好把它列为标准设备 好不好 因为这个也是里长的 这个建议不错 这也是里长的反应 因为我想台风天最怕就是 没有办法广播啊 因为救灾的工作 救灾的工作第一线最重要 其实你要等到救难人员来 其实都是好几个小时后 所以第一线的里长 其实让他工具强一点 而且有多少人知道里长的手机 跟你办公室的电话 透过这个备源电力系统 手机也有时候会断电 对 所以就是可以在第一线 在各里长跟里民之间的 这个联系沟通的时候 我买少几个里来先做示范 看效果如何 如果效果好 我们再把它推广 好 这个请局长请坐 好 谢谢 这个市长 这个文化局 文化局 莊局长 文化的卵实力很重要啊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市长上个礼拜六晚上 这个在我们平镇区 山子嶺永安里 山子嶺公园 举办了一个听岛语 在唱歌 邓宇贤草地音乐会 那个本期虽然没有去 但是后来也接到了很多的反应 那您也亲自到了现场祝贺 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 跟照片 和这个活动的集景 那您觉得活动办得怎么样 这由我来回答好了 因为我也知道反应 就是说 对于这个邱瑞珍 他的言行的失当 占据太多的表演的时间 这个在此我也向议员道歉 之前 这是我本人的疏忽跟失责 你有接到反应 对 我本人的疏忽跟失责 因为这是一个补助案 那受补助团体 有他们的节目内容的 策划的自主能性 那因为当时 当天我连续办了三四场活动 那我没有尽到这个督导的责任 我在此自欠 我也做相当的一些补救措施 因为我知道平镇山子鼎这边的 这个市民观众的水准很高 他们要求 难道有这样的一个音乐活动 大家服老师 非常的期待 这样的一个管乐 那我会 我有跟我们的这个业务单位 在讲说 其实他们的期待 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想 这次是春之声的交响乐团 那下次我们会请这个龙塔爱乐 用不同的面向来诠释邓以玄的这个伟大之处 所以这个我真的正正的道歉 也跟平镇这个三十点公园的市民 深深致歉 那我也在此保证 往后我会严格限制秋天镇 在任何文化局所主办的活动上出现 我就是要讲这个 你大概也收到反应 因为当时你看后来他们 我相信你也看到里长 收到他们的反应了 我们当时这个当地热心的里长 其实跟其他议员助理也都去会看过 准备了这个活动 准备那么久 结果你看后来办的活动办成这样 里长夫人也在脸书贴文跟李明道歉 因为里长也被骂翻了 就像你说的一样 满怀期待 他在里面写说 满怀期待要听春之声交响乐团的演奏 一开始也荡漾在交响乐的美好旋律中 没想到秋前委员表演的欲霸不能 明明一开始的节目单 节目单只有他安排一首曲子 可是却没想到整个音乐会 变成他的个人演唱会 所以后来当时他们想反应说 唱得好听我无话可说 但是悲情加哭吊子台语就靠调啊 不怎么样的歌 加上不怎么样的歌声 让我难过的快要哭出来 所以呢 赶紧询孙之声管权乐团的团组 才知道他是文化局局长的老公 所以就可以为首欲为吗 就这边好好的一个音乐会就走掉了 把三子里乡亲满心期待的 肖响乐表演气氛完全走掉 乡亲一个一个的走掉 真的走掉了 然后里长夫人还说 阿伯要走之前 还告诉我这个靠调不好听 然后里长夫人跟阿伯说 对不起是嘞啦 不要走啦 等一下还有肖响乐的表演 瓜糊阿伯头也不回了 掉头就走掉了 所以其实你看到 局长活动办成这样 为什么会讲说委员独唱岛屿 民众帽子小雨 里长无法言语 这个当然知道他跟您的关系 还有市长过去在政坛上的这个伦理 也跟过他这样一个前辈的关系 所以后来有里民质疑 里长跟里长夫人也在公开跟大家 这个致歉也说明说 哎呀因为是市长过去的这个 曾经带过的老板师傅 然后又是局长您的老公 那大家能说什么呢 变成说他变成表演了一连串好几首曲子 而且当天我听在场的民众反应 在现场里面表演的是有大棚子 外面你看民众穿雨衣 然后要不然就是淋雨在那边听 我想到就是上次市长跟我们好几个议员 一起到现场去会看三十零公园 要盖一个这个天幕薄膜 还没有盖好就先办 结果当时搭棚子也只有搭表演的团体 根本没有顾到这些现场三四百个里民 相亲的这个座位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活动变成都要靠天吃饭 我真的希望说将来平正 或是不管是南市或是三子顶地区 有没有一个中型以上的室内表演空机 至少三百个座位以上 或者是像我们上次跟市长一起去看的 那个薄膜天幕 那什么时候可以盖好 在三子顶公园 已经弄了那么久 对不对 这个三子顶的那个公园 预定要盖个天幕 应该很快就会动工了 那原来是发包的问题 那我想那个 我跟文化局已经也指示过 那么所有文化局办的活动 那么基本上都不需要邀请 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包括邱锤真前委员在内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案子好像是那个主办单位邀请的 那我也觉得不妥 那请那个文化局以后要确实落实这个政策 你回家以后是不是可以限制您的夫婿啊 以后不要再 会我会严格一些 但是因为我 不要再这样子 他来乱录吗 好好的音乐会活动 是他们的节目策划没有送审 但是因为他们演出水准 我们这个评审是一次认为说他们值得鼓励 他是杰出团队 但是因为我们也是活动这么多 有时候细节没有考虑到 这就是我的疏忽跟失责啦 所以我会像在此真的再一次的像这个一座保证 我觉得往后会严格限制他 希望你们在办活动也能够记取这次的经验跟教训 以后在活动的节目单的这个演出 和这样一个提供我们乡亲民众一个高水准的 这样一个艺文表演的时候 要注意到这个细节 我想这样子啦 市府主办的 基本上这种表演节目都不需要政治人物来上台 这个大原则 那如果是补助民间团体的 请文化局跟各单位注意 也不要让政治人物去插播 就是以后我们会要求所有的补助团体的演出 把所有的内容的流程都要送上台 要看一轮 因为这个我是觉得这没有必要 而且容易制造困扰 我本来想播一段那个 原来他的表演和现场民众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相当不尊重表演者 而且我觉得 这个既然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跟教训 就知道说 记得这样的一个状况 春之声交响乐团是我们重点扶植的团队 我想文化局原来支持他们去表演 也是为了要增加三子鼎的文化活动 那这个伯萌节目呢 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把它兴建好 好 市长请坐 局长一样请教您 这个平常你应该 现在身为文化局长 都会多少涉猎一些 不管是戏剧 连续剧 偶像剧 乡土剧的一个状况吧 有没有 电视上的比较少看 因为没有时间看电视 但是我们 那我们桃园市现在包含这个眷村在内 有多少历史建筑的文化资产 你说多少历史 历史建筑大概有将近快六七十处了 所以七十一笔喔 包含县光二村在内 这是我找的一个资料 七十一 国家文化资产资料管理系统的一个桃园市有这样的一个 七十一笔这样的一个资料 在包含眷村在内 但你知不知道我们桃园有哪些场地 除了上次我也咨询过 在龙潭也曾经见人家拍电影 这些场地剧组 摄影剧组有兴趣租借的 很多喔 有些地方 这个市长还有这个庄局长 这个你们有没有想过 对影视拍摄 我们应该有专责单位吧 台北市有这个电影委员会 新北市有这个协派中心 桃园市应该有协派中心 有我们有协派中心 但是这样一个规定 有没有考虑到这个 订出场馆的一个租借订出办法 还是说使用上限制或者是天数 它是有标准的 或是它有一些限制上的做法 我们的协派中心 甚至有做行政协派 例如他们这个剧组要借场地 要沟通封街 这些都是我们的协派中心在处理的 我来说明一下好了 因为我当过新闻局长 当时所谓的协派制度是我推动的 叫location service 希望能够结合影视跟观光 那协派需要行政协助 坦白讲 这个要有点公权力介入才有办法 所以我想这个协派中心 要让它发挥更大的功能 上次韩国MBC MBC来我们桃园取景 那我们就是各方面都协助 它从坑口的彩惠村 一直取景到大溪老街 到我们市政府 那那个剧就是用桃园当背景 而且MBC是韩国的 市长我的时间也差不多 我是跟市长和局长提醒 像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政府 他们都有这个文化局办理相关的这个拍摄协助申请 跟审查标准作业程序 跟那个这个办法跟处理原则 我们也 我们也把这个原则公告 我想这样子 这个我来处理 我来督导文化局把协拍手册做出来 为什么要做这个 做一个协拍手册 你如果愿意督导做一个协拍手册是最好 但是在有些天数 你要考虑到有些是拍电影 有些是拍广告 有些是拍微电影 有些是拍偶像剧 有些是拍连续剧或是乡土剧 如果是连续剧的话 那是不是集数比较长 他的作业时间就比较长 像中立有马祖新村 龟山有这个现光二村 这些场地如果拍摄取景 我相信对桃园市有正面行销的这个作用 尤其是你看 为什么会提这个 你目前 今年的一把千 一把千年是在我们桃园拍的 之前啦 影视产业 我为什么说会在桃园止步 就是我们凭证了平南里的江佩颖里长 他的影视这个演艺圈的关系比较不错 那透过江里长来找上本席 跟我澄情说 你们要这个协拍 结果台北新北没有在这个场地租借 这个还有包括这个使用天数在限定 桃园在这方面最多只给他五天 再展延一次也只能五天 最多就十天 人家是拍连续剧的话 应该没有这个规定 是有 你去查 我跟文化局的这个协拍中心 这个工作站 往返了公文好几次 他们就是很强硬 那你干脆告诉人家不要来桃园 好谢谢时间到请坐 好那么现在我们有来自我们一日堂旁听席的中原大学的廖秀丽老师所率领的学生议会团来本会参访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好谢谢 那么我们中场休息十分钟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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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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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